你好,政治揭露 第三节,因为昨晚7月2日凌晨我录了一节 今早出了,我录的那一刻是7月2日的下午 有些事情真的要补充了,真是不好意思 你看到B节那里说到兇徒那件事 原来他就上飞机走路 即是他下午1-2点就拿刀插到警察全身血 他在偷襲,他抢犯的时候 拿刀刺到警察那里,很恐怖 接着他立刻去买机票 买机票的过程里,东方日报的说法 就说他亲友知道这件事暴存 他亲友有没有收拾到50万呢?我真的不太知道了 但是我也很恭喜兇徒被捕 因为我昨天B节那里始终都没有办法去知道他被捕的消息 所以我落标题那一刻就看到原来被捕了 那些人以为听了上一节,拿了10万view 不太多了,不太多了 以为我会说这件事,谁知道我没什么说 真是不好意思 但是呢,除了说兇徒被捕 他事实上就太肉酸了 拿了一碗过期BNO 吹吹的声音,撲上机 那样子一看就只穿草 因为他没有行李 拿了一些重要东西 只有两件衣服在背囊里 就走了 现在呢 他这位人士呢 24岁姓王的 将会很麻烦 那你自己看东方学报的新闻吧 那也有些网友很愤怒的 那就是呢 有网友我也分享 这个就是啊 李力池也在骂了 为什么香港电台 在昨天报这宗新闻的时候 他那宗新闻出 他会将 匪徒的样子 蒙了他呢 有什么需要蒙呢 为什么要保护那些暴徒呢 香港电台呢 香港电台呢 这些的罪恨呢 是难以接受的 我觉得 他的容貌是牵涉公众利益的 他的暴恨 为什么要帮他蒙呢 有很多东西 你都不想掩液这么多 大家都不开心的 这件事 我觉得很离谱 第二件事 就是 我要跟大家谈的 就是说 喂 关于 今次言论自由 在A那节我又有交代 因为言论自由 其实不是大了 不是什么都可以 这个我想大家都明白的 还有言论自由的基础是什么 言论自由的基础就是 香港特别行政区 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去保护你 但是你如果想搞港独 就是要建立香港共和国 你要建立香港共和国 就是要消灭香港特别行政区 如果你消灭香港特别行政区 你要消灭香港特别行政区 所以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 去保护你的言论自由 这个是智商矛盾 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存在 就是你的言论自由 被保护的基础 但是现在你是攻击香港特别行政区 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解部分 现在你是尝试 要消灭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后 你建立在香港这地方建立另一个政体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没有理由 你有一个去主张宣讲香港独立的自由 言论自由的 这个我觉得是很清晰的 但是昨天来说 7月1日试到一些言论底线 比如说 你叫天灭中共 你甚至用粗口也好 什么也好 侮辱习近平 侮辱林郑 林郑当然没所谓 侮辱习近平 没所谓 等于佔中 你说 把习近平举散图 到处放 你甚至乱来都可以 我不去想象这些噢噢噢噢的东西了 我不说那么多这些噢噢的东西 不过很清楚的 就是说 你的言论自由存在 除了你宣讲港独之外 朱凯迪说 我的 议员的特权那个法 言论自由的特权法 还在吗 那是同一道理 你不可以在议会上宣讲港独的 你在议会上宣讲港独 你就是一个 分裂国家的罪人 罪犯来的 你马上失去你的议员资格 很清楚 就是你问你干什么呢 你想无端端叫香港独立 就逮捕你咯 香港自决就当香港独立了 时代革命的当国 当恐怖主义的了 我有什么 有什么言论自由去宣扬恐怖主义 时代革命吗 是以言论入罪的了 因为你宣讲的时候有煽动性 可能有些人就因为你说时代革命去做武力 昨天说那些人叫完 港独是唯一出路 那就是去做暴力 这些言论和暴力 可能那些言论会产生暴力 你做议员有这个特权 去宣讲港独 宣布恐怖主义 你们的解释 我想全世界的法律 都不能可以接受你在议会上宣讲恐怖主义 或者时代革命就是恐怖主义 宣讲 港独 可能西班牙蠢 我们这个国家不是 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国情 就是这样 另外我有一个 最后这一节不讲那么多 有一个网台 叫Barry Ma 那个人物 他很喜欢说粗口 他的影片 有很严重的问题 我想和大家整部影片看完 去讨论这些网台 好 那我播给大家听 好 我们来做英国狗 明天之后 就来做英国狗 做了他们出的掌声 B&O 你说是某个掌 我 我下世再去求拖 我来做英国狗 我来做英国狗 那些狗时 都不能做英国 那些老婆 但是呢 在这一段时间 我都犯事 我都说我又很熟 我在英国心 在英国都这样 是 你老母 你许多有什么 的 我们都说香港 已经 有非你 有非你 英六星都问你 几十岁 很难 这个不是人种的问题 还是一般是玩耍的 不是人种的问题 是一太熟了 我才发现 我内心上次 都有一个点 反正也就是 我現在真的覺得很難 我覺得偉大祖國要反攻制她是很難的 一定不可以低頭 我希望她立刻不可以去看法 有萬條文 剛才你看完Barry Ma的那部影片 我想你會發覺 他可能去年在黑暴的事件 最高峰或者之前 他就叫他 他要 不想做中國人 他要做英國 九份之上那塊蒼蠅 都不做中國人 這個標題是真的這樣寫的 去看時 都很精彩 他現在就說他是中國人 對於這些很卑鄙無恥的網台 因為Barry Ma 馬建賢 這個九流垃圾粗口怪 我真的要嚴厲去譴責 有些人就說 喂 你以前都叫過我不是中國人 你何志光 同一道理而已 我的醒覺來自於 我發現六四真相 還要是在 在 我們建設陣營裡面 基本上沒有網台的年代 我去反省 但我跳了陣營 由黃轉了反黃 我受盡維攻 今天Barry Ma 他是跟蕭若元出來找吃的 得到黃毓民力捧的 有收外國勢力的錢的人 我沒有 我參選也沒有收過 我沒有收任何錢去參選的 大哥 你查到選舉經費 我當年參選 我沒有收過別人一元一毫 黑錢的 這些是黑錢的怪獸 你說 別人的漢奸可以轉型 這樣 臨出國安法才來轉型 我畫一條界線 時間上是5月28 不可接受的 你5月28之前 或者5月21日之前 21日出現消息 是不是 那你 你 如果你一開始 你在之前 沒有任何國安法的風聲之前 你去轉 那我覺得原來你是 因為你佔了香港這麼多暴力 你又是一個醒覺 那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是不是 你不是嘛 出了國安法來轉型 第二 那些 那些呢 和漢奸關係深厚的人 我小弟不是黃毓民徒弟 我也個人沒有跟過黃毓民 沒有收過他的錢 沒有說好像一個門徒跟著他 我是一個遙遠的教宗 曾經欣賞黃毓民 但是後來 研究多清楚 發覺他是一個漢奸 還有鼓吹暴力 小弟呢 我現在從旺角暴動開始 已經是很反對泛民 暴力那邊 已經是很反對泛民 暴力那邊了 即是我很早的了 那 2015年的10月 我已經是和黃毓民罵戰了 罵足之後近五年 這個就是我的情況了 所以如果那些呢 是和漢奸在往來很深的網台呢 我覺得是不可遙算的 有七大網台的 有Tony Troy 如果Tony Troy轉軚 這些收黑錢的網台呢 那我不會容忍的 但當然了 Tony Troy分裂出來的《魔法編輯報》 都是類似的了 不過不說他那麼多 我也不會容忍的 不會原諒 甚至可以有心滲透 另外D18 我希望Tony Troy D18 蕭若元就跑去台灣 這些都是漢奸台 不知心 香港電台捧紅他的人 因為人妖 盛寨 劉細豪 852 郵清源 我希望 你特首呢 就授權 香港警察呢 就勾這幫人的線 截聽他們的電話 如果他們在7月1號 在6月30號 眼上 11點之後仍然有勾結外國勢力的話 那 我希望就予以拘捕 解散他們的網台 他不可以說 你現在轉來去說 愛國啊 認做中國人的 我也是不可接受的 這個是我對這7大網台 計算Berry媽這個混蛋台 這兩人在黑暴的日子 林康正 馬建賢 是不斷 這個7月26號的片 證明黑暴高峰的時候 他們說一些這麼賤的事情 這些人呢 是大漢奸 他們用把口撥亂 港獨和暴亂的人 就算呢 最後他們現在收斂 我們也不可能呢 說我們會接受他們的轉態 這個是我的立場 就這麼多